民生消息方面来看的是 最近鸡蛋价格大跌 每台金纸剩下了19块钱 让养鸡户较苦连天 而除了蛋价下跌之外 彰化县方圆地区再度传出了 蛋机场发生了H5N2 低病原性的禽流感疫情 将消毒器具搬上推车 推到机舍中 调配好容积的比例 接上水电 向机支和环境喷赏 曾经爆发禽流感疫情的 彰化县方圆箱 再度被检测出 H5N2禽流感亚型病毒株 异常活跃的现象 附近的养鸡户 除了配合防疫所的检测防疫工作 本身也都进行例行性的消毒 我们自己就装那个 喷入设备 或者是以那个电动马达 下去消毒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表示 经过监控与检测 养鸡场内的机支死亡率 并没有异常攀升 仍然维持在万分之四的 正常范围 只是在七栋隔离室的养鸡场中 其中一栋的弹基病毒减出率高 活跃性也很强 因此在六号晚间将同栋 1400多只鸡 采取预防性的扑杀淘汰 以防疫情扩大 多边的那个养鸡业者 都要加强消毒工作 每周星期三至少要一次 我们的监测之中还是陆续进行 目前市场上因为鸡蛋供过于求的问题 短短半年产地价格 从去年的八八风灾期间 每台金35元降到现在只有19元 养鸡协会表示 因为天气回暖产量增加 加上市场萎缩造成价格下跌 产业界已经启动淘汰机制 希望尽速稳定弹价 记者彰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